哈喽大家好,我是叶子 插播一条非常最新的紧急新闻 新航刚刚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新航的SQ321航班是从伦敦飞往新加坡的 途中遇上了严重的气流 30多名乘客受伤,包括技术成员 然后有一人身亡 那么失望的这名乘客是一名英国籍的73岁的一名男子 但是他目前只是估计疑似死于心脏病发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了泰国当局的消息 因为这个飞机是在泰国曼谷迫降的 然后死者是一名73岁的男子 似乎是死于心脏病发作 他和妻子同行出游,是到新加坡去旅游的 然后妻子也送到了医院 但是当局没有透露他妻子的伤势 另外还有30多人受伤 分别有其中有23名乘客 9名机组成员 其中7人伤势严重 他们就说了 当时发生乱流的时候 飞机上的所有人都是系上安全带的 所以大多数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刚刚联合早报也报道了这个消息 我把所有我能在网上收集到的所有此次事故的视频 包括在机舱里面的视频 包括在机舱外的视频 我都把它收集下来 剪辑好以后放在了我的视频的说明区域里面 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 因为我估计这个视频可能也会被贴上黄标 所以说我就会另外给你们一个链接 想看的话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到我另外一个视频里面去看一下 然后联合早报说了 新加坡从伦敦西斯罗机场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SQ321 然后呢这架波音777300E2型客机 在泰国时间下午3点45分 新加坡时间下午4点45分 紧急迫降在曼谷索瓦纳普机场 这个整个机机上一共有211名乘客 18名机组成员 那么新航在发表的这个声明中 已经向死者家属质疑深切的慰问 新航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了 机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 我们正在与泰国地方当局合作 提供必要的医疗援助 我们也派遣一支小组到达曼谷以提供额外的援助 那么这一架SQ321航班原定是星期二时间傍晚6点10分 降落在张一机场的第二这个Terminal2 根据机场网站显示 航班的状态目前是前往这个询问台询问 所以非常的不幸啊 也有人在这个航班中去世 非常非常的不幸 再一次为所有遭受不幸的这个乘客旅客 表示深切的悲痛 对他们的家属又表示遗憾 然后对一些受伤的这个游客旅客们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康复 当然这件事好就好在不幸中的万幸 飞机还是这个成功的迫降了降落了 那么从侧面可以说出 新航的这个安全系数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知道当年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就做了新航嘛 新航这个航空公司本来就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航空公司 之前一直是多年连续全球排名第一的 去年应该是被卡塔尔航空给超过了啊 排名第二 但是总体而言新航真的是在全球都是顶尖的 从服务到这个餐食到整个新加坡的机场 那都是全球顶尖的 非常有幸啊 小弟我也曾经体验过这种世界顶流的这种飞行体验啊 那么再一次祝愿这个整个世界里面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安然无恙 那么这是一波一条紧急新闻 我就说这么多 Thank you very much